好 請看主題三個我們介紹的是 平行線常考的圖形 好 你跟我下面這幾種 拜託你 無論如何要背起來 為什麼 只要這圖你有背你會用嗎 我告訴你 基本上這單元已經考不倒你了 好 請看第一種圖形 請看第一個 欸我跟你講以前這個時候 不好意思喔 以前那個最早之前 我的那個講義這個單元啊 你都自己畫了 現在對你很好都不用畫了 直接看去好 好 請看第一個 我們說如果L1跟L2平行的話 然後呢 出現這樣子的角度 來看一下你把它畫起來 用紅色的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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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現這樣子的圖形的話 然後呢 分別有 角1 角2 角3 這樣子的角的話 來 接下來第一個 你會得到的結果是 角1會等於2加3 也就是說裡面這個角 會等於2跟那些相加 好 那一樣 我要告訴你為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為什麼好不好 這個原因其實很簡單嘛 切一下 答案就出來了 好 你畫一條線 畫什麼線呢 請你畫出來一條線跟 L1 還有L2 譬如這裡寫個L3好了 我們的假設L3也跟L1 L2平行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注意看喔 快講完喔 你這裡寫個4 寫個5 好 請問你 角1有沒有等於角4加角5 你覺得B這個角會等於4加5 當然有嘛 對不對 好 注意看 請問你 2有等於4 2有沒有等於4嗎 有 有 為什麼 2等於4是什麼角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哎呀 你要練習看喔 你把它延長出去嗎 2跟4不是內錯角嗎 看得出來嗎 2跟4加內錯角 我跟你講這個單元真的很簡單 沒有很難 就怕你不願意看了 而且你都不願意想 2會等於4加內錯角 所以換句話說 4可以換成2 以此再推 5有沒有等於3 也有吧 這不是內錯角嗎 你看這邊你把它延長出去就知道了嘛 有沒有 這兩條平行線3跟5不像內錯角嗎 所以3會等於5 所以改把改成3 所以我答應我的結論了 角1會等於2跟3 這樣會嗎 好 這個你把它延長出去 好 以此再推 請看第二個圖 第二個圖 好 如果出去像這種閃電的話呢 怎麼辦 也是一樣 輕易畫線 好 把它畫起來 好 如果你看到L1跟L2平行 然後呢 有個圖像這樣閃電的話 形式的話呢 好 把它記下來 你會看到結論是 角1加角2 會等於角3加角4 也就是藍色的角相加 會等於紅色的角相加 啊怎麼記呢 很簡單 你以這個線有沒有當標準 左邊的角會等於右邊的角相加 你看一下 這個藍色的線有沒有 請問你1跟2是藍色的線的哪一邊 1不是在藍色的線的右邊嗎 2也是在這個藍色的線的右邊 你想 聽懂講什麼意思嗎 如果你把這個藍色的線把它拉直 藍色的線你把它拉成這樣子的話 請問你1不是在右邊 2不是在右邊 然後3不是在這個藍色的線的左邊 4不是在這個藍色的線的左邊 對不對 所以很好記 就是藍色的線加 右邊的線加會等於左邊的線加 所以1加2會等於3加4 這樣會了沒 好 那一樣告訴你為什麼 來告訴你為什麼 方法一樣很簡單 再切 好 切 切完之後呢來請看一下 你把那個3拆成了5跟6 然後呢把2拆成了7跟8 好 請問你角1造型沒問題對不對 角2可以改成誰 角2 角2是不是可以改成角7加角8 對不對 會啦齁 好 再看3 3是在這裡面 3有沒有等於5跟6 有 有 再來4呢沒有被切 這照寫4 注意看喔 我很快講完喔 請問你 角1有沒有等於5 1有沒有等於5 有 因為1跟5是怎麼講 內錯假 所以1跟5呢是相等的 好 再來 6會不會等於7 看得出來嗎 我跟你講這個單元 如果你看得懂的同學 這個題目就很簡單了 就怕你完全不願意想 6跟7也會相等的 原因是因為 這個6跟7是怎麼講 也叫做內錯假對不對 所以我不相等 也會 所以6會等於7 再來 4有等於8 也有 那怎麼講 內錯假 所以也會相等 所以答案是可證的 因為2會等於7加8 3會等於5加6 所以我就知道說 原來角1加角2會等於 角3加角4 但是沒有嗎 好 這個你把它寫上去